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烦恼很哲学 在这个声音节目里面 请大家每周给我15分钟的时间 跟我一起借用哲学来剖析烦恼 在这15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会从我的人生烦恼出发 用学了整辈子的哲学来谈一谈我的烦恼 希望我们能在烦恼中找到共通点 让我的哲学走到你的世界 哲学新媒体是一个普及推广哲学的团体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 或是想要更多深入的哲学思想讨论 欢迎你们搜寻哲学新媒体的网站 翻翻网站上面的哲学文章 如果想要支持我们 订阅哲学新媒体 就可以用每一个月一杯珍奶的价钱 来支持哲学推广与普及的活动哦 好啦 广告打完了 让我们回到正题 这个激劳沉寂的社会里 我们常常跟大家都活着差不多模样的生活 但同时却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看不见所有与自己相依的对象与观点 一个人怎么会活着大家的生活 却又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呢 如果大家记得第二集 爱的日常生活篇的讨论 这个大家和所有那些 大家说如何如何 大家都如何如何的这个大家 都不是真的所有人 而只是一个没有人格 又不存在的无名士 比如说 当我们工作完只想要滑手机 网购 随口说 大家都是这样放松的呀 那个无脸 无性格的那个大家 就在这一刻被召唤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同时活得毫无自我的独特性 但却又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因为 在每一个与大家相同的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只做跟自己想差不多的事情 听顺耳的言论 理会符合自己预期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那个他 那个独立于所有可以和我相容的他 根本不可能出现 因为我们自己亲手 排除了遇见所有与自己相依 且截然不同的对象 就像 如果我们听到美术馆 或是各种类型的经典 就说 啊 这个太严肃了 不符合我的胃口 继续听着千篇一律的音乐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 与某个作品真正的相遇 因为每次接触到的 都已经是可以预期 差不多类似的作品了 所以 要让自己生活有点不一样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鼓起勇气 去面对本来 以为不符合自己胃口的对象 尝试换个观点 来看世界 也许就可以走出 自己密封起来的泡泡 吸一口不一样的空气 今天这一集 又来聊一聊 爱上什么人 爱出什么样的人生 上次谈到 爱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 总是会从 相看两不厌 变成越看越讨厌 当时我跟大家说 我会在另外一集里面 处理爱 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行诉一个人 在前面三集里面 爱的讨论 都限缩在爱情 今天 我们要稍微 把爱的概念 放大一点来谈 来聊一聊 爱 对我们的人生选择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们听别人说 看看你那什么德性 这句话里面 德性 这两个字 指的似乎是 人格里面 让我们总是有 特定的行事风格 与错派的这个关键 在爱情里 热恋的时候 可能很为对方的 某一个特点吸引 喜欢对方的潇洒 喜欢对方的 与世无争 然而 当爱 从激情 进入到日常生活中 十一住行的相处时 那些单独看起来 都很帅气的特点 在日常生活中 就变成了 死性不改的德性 就像我常常很认真的思考着 当我一刚开始 认识我现在的伴侣 欣赏他的潇洒 随心所欲 没有什么包袱 和牵挂的时候 是不是忘了 这些帅气的态度 在日常生活里面 基本上就呈现出一种 万事慢慢来 失败就再来一次就好啦 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处理哦 这道菜我没有做过 但我想放这个东西 应该没有关系吧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随意的个性 这个德性到底是怎么来的 如果每个人 没有特别 有什么德性可言 大家的做派都一模一样 那爱这个人 跟爱随便哪一个人 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所以每个人 死心不改的这种德性 似乎跟我们会爱上 哪一类的人 有一点关系 而会爱上哪一类 德性的人 好像也意味着 我们把自己活成什么样的人 有着什么样的德性 换句话说 喜欢什么样的人 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似乎有着某一种因果关系 我就常常在想 我到底把自己活成了什么德性 为什么会爱上这个随性的人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说当爱发生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称为爱 那代表我们在对方身上 看到一些渴望的特质 不会因为物质 或是肉体上面的消费 而消失 就像我欣赏的 是我渴望 却没有的 潇洒 与随心所欲 而我爱上这个人的原因 因为他独特的 潇洒与随心所欲 吸引了我 因此 爱情中的另外一半 在某一种意义上 只是一面反映出 我们渴望成为模样的镜子 就像我是一个 每分每秒 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对任何事情 都无法放过自己的控制狂 我常常希望 我可以放过自己 喘口气 感受一点随性的自由 所以我某种意义上 是被自由自在所吸引 因为控制狂的世界里 时常因为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给自己 天罗地网地摆下了 很多的限制 爱上我的伴侣 因为他看起来很自在 而他爱上我 因为我看起来 对理想总是能坚持不懈 换句话说 他的生活处事方式 印造出了某种 我渴望自己拥有的性质 而我身上也印造出了一些 他渴望拥有的品性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跟大家介绍过 这是柏拉图对爱情的讨论 我今天想把柏拉图的讨论 谈细一点 同样是费德罗篇 同样有兴趣的人 可以参考 《论美论爱》这一本书 另外 最后还会谈到柏拉图 一个叛逆的学生 叫做亚里斯多德 提及亚里斯多德的一本 叫做 尼格尔玛斯伦理学的书 拿我的感情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绝对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谈自己的生活 只是希望拿我解剖自己烦恼的方式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在检视自己的烦恼的时候 感到稍微不孤单一点 在我的故事里面 大家也许会发觉 我受到什么样的人吸引 跟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之间息息相关 更明确的来说 跟我人生的追求的价值优先顺微有关 今天 如果我看人生 志向是想要成为最红的人 那么 我自然被名气所吸引 如果追求物质财富 那我的每一个行动与选择 自然会受到财富相关的特质吸引 如果追求外表美丽 那么自然追求美丽的外形 这些目标才是我们真正爱的对象 在我们每个行动里面 决定了我们的偏好 与选择的优先顺序 牵引着我们活出追求某对象的人生 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的人生各自受到不同对象的吸引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才因此有了方向性 比如说 因为我想追求自由自在 但对我来说 我所理解的自在 要活得自在 只有在其他人都心悦臣服 不会看不起我的时候 我才能活得自在 所以我的每一个行动 像是过度准备 过度工作 过度小心 与他人应对 等等等等 就有了一个理由 能把这些行动 串联在一起 成为我的人生 我的做派 我的风格 活出了我的 这样子的德行 爱上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意义下 其实更反映出 我们自己是个追求 什么人生的人 而不是对方 有什么客观 可爱之处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柏拉图 真是有点天真啊 怎么会觉得 自己是个爱什么的人 就会活出 爱什么的人生呢 就好像 我觉得我是个 爱成功的人 好像也没有活出 什么成功的人生啊 生命所爱 对这些古希腊的 哲学家来说 其实只说明了 每个不同的人 为什么生命里的 各个行动 好像多多少少 都在朝着 某个方向前进 让我们的生命 不只是一堆 零散 随机的行为 而是能组成一个 可以理解 有意义 的生命 放远看 每个人生 好像真的因为 有所追求 而呈现出了 某种倾向 与特定的轨迹 也是因为 这些倾向 让我们好像可以 预期 别人的行为 就好像 我今天 如果听到我的伴侣 帅信哥说 明天要交报告 写不完了 我今天不睡觉 我的脑海里面 可能只会出现 啊 我就知道 但他如果跟我说 报告两周之后 才要交 但我已经写完了 我可能会吓到 以为他被附身了 光是爱 这个动力 真的就能够 让我们活出一个 特定德性的人生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为什么 日常生活中的我们 甚至常常感受不到 对生命追求的爱呢 柏拉图的学生 亚里斯多德 在这上面 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除了爱之外 亚里斯多德 在他的思觉里面 曾经讲了 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的个性 决定了他是谁 但每个人的行动 决定了他是否幸福 幸福的问题 我们留到之后再谈 不过 个性决定了 我们是谁 这句话 听起来倒是十分吓人 说到个性 常常大家会想到一些 与生俱来的性格与脾气 不过 对亚里斯多德来说 这个个性 却不完全是天生决定的 虽然个性不是天生决定的 但个性也不是说改就改 因为个性的问题 与习气有关 在这里的习气 跟一般说的习惯 有关 但却不太一样 有关 因为只要是习惯 都是在时间里面 沉淀累积 让行动本身 进入到一种 不需要判断 甚至理性的反思 难以触及的层面 生命里面的追求 与热爱 在热情振盛的时候 给出了我们勇气 让我们觉得 可以超越一切的困境 但回到日常生活里面 对亚里斯多德来说 要变成真正定义 我们的德性 就非常考验 我们的毅力 而常常我们活着活着 在有的时候 毅力坚强 有的时候 疲惫软弱 在这一拉一扯当中 刻画出我们人生的轨迹 今天生命之爱 与性格的问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之所以 每一个人有所不同 一来因为生命所爱 不同 因此举手投足 行动的优先顺序也不同 更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 跟自己各种心魔 挣扎搏斗 最后挣扎出来的模样 就是生命之爱 与生活烦恼 拉扯之后 独特的模样了 下一集 就是这个节目的第五集了 跟大家聊了整整四集的爱 现在突然有个机会 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结婚这件事 至于到底是什么机会 让我想跟大家聊聊结婚呢 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下一次见面之前 请和自己的烦恼和平共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